哈囉,我是阿滴,這是兩分鐘英女教室 今天要教你在開會的時候使用的話就會感覺智商很高的英文膽子 在職場上面不了的總是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會議 那你可以把會議當作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例行公式 或者是一個展現自己的舞台 我們都知道高知識分子就是要中英夾雜 就像是我們如果說最近的 salary 都沒有 increase 的話 大家都知道 salary 一直都沒有 increase 可是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教各位 下次在開會的時候適時的丟出這些英文單字 馬上討人厭,啊不是,馬上 誒?智商提升,有沒有 1. Presentation 報告 我們今天的presentation 待會在9 o'clock 開始喔 好,相信大家對這個字都不陌生 presentation 就是在開會的時候的報告 那presentation 的另外一個說法也可以說 briefing briefing 的話呢,比起 presentation 是一個完整的報告 可能會稍微比較簡短一些 他們兩個差別在這裡 hey,good luck on your presentation what presentation? oh sh** 2. Agenda 討論議程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go through 一下今天的 agenda OK,連中文都感覺是不是至上提升了 討論議程,有沒有很專業的感覺 agenda 呢基本上就是所有要討論要報告的項目 那如果是說今天要做的事情 今天的代辦事項的話也可以直接講說 today's agenda today's agenda clean my room, go to the gym, just put stop sleeping on it would be enough 3. Objective 目標 我們這個season的objective就是要找到更多的client 那進到公司呢大家都很喜歡講 目標,目標在哪裡嘛 那目標的英文呢就是objective 就是有種專業感 my objective this year is to find a job, a wife, and buy a house this has been your objective for your last 20 years 4. Revenue,收入 喔我們這個quarter的revenue其實跟cost沒有成到正比 OK,revenue呢絕對是各個會議上面一定會提到的一個關鍵字 因為它是什麼呢?收入的意思 而另外一個重要的單字就是cost,成本 而revenue,減掉cost,就是我們的profit,利潤 this mom's revenue is ten thousand dollars,nice and the cost is ni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ninety nine 5. Workload,工作量 喔我最近的workload覺得有一點heavy 好最後這個大家應該再熟悉不過的就是 每一個每一個人的工作量 這個單字呢就是work,工作跟load,重量,載重的合體 所以下次如果想要抱怨工作量太重的話 記得用workload這個單字 My workload is killing me What? I finished everything in ten minutes 好的,這幾個討人業 而不是很重要的開會使用的單字都學會了嗎? 還有什麼你覺得是在開會可以使用的英文單字呢? 可以在留言區下面跟我說 兩分鐘英語教室將會持續更新 所以記得要點YouTube訂閱按鈕 旁邊的小鈴鐺 或者是臉書的強先看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集喔 我是阿滴,這是兩分鐘英語教室 我們下次見,bye! MING PAO TORONTO